哈喽大家好,我是星辰少庸老二思浪 刚才看头条的时候发现了一篇新闻 我们赤缝上热搜了 我们大赤缝疫情上热搜了 然后控制的很好 我们都在今天做了第五流核酸 但是今天看到一个特别特别让我气愤的一件事情 今天在看头条让我十分气愤的一件事情 就是唐山打人事件竟然引起了我们赤缝上热搜了 你们都想不到是怎么个事情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说一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刚才看头条的时候已经上热搜了 是已经排到前景了 因为唐山打人事件就很火 怎么把赤缝带到上的热搜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唐山一帮黑社会 组织黑社会 有个女的失明举报 举报完之后你是举报什么呢 在2011年 然后有一帮人组织黑社会 到了我们宁城县 下面一个就是派出所 他们令人把派出所竟然砸了 砸完之后还打上了三名民警 这个事情真的他让我一想 他生气他生气 我为什么说这么生气呢 知道吗 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 赤缝就来了一帮唐山的 还有施家庄唐山的 就说来了好几帮 都是放高丽的什么的 特别恶劣 还有一个叫开源公司 他是给别的车务的 就是车 你只要是买车 从他那办贷款 他给你顺利给你买 买完之后 如果你出现任何事情 我就马上就把车给你弄走 因为我朋友遇到这个事情 有个给我 把我货款 拿我货 拿走了将近十六 将近十七万的货 他是跑物流的 到最后呢 然后他把那个大车递给我 他们就过来抢车 任何事情 后来以账咱们这面就说 找着公安这口这块 把他们镇压住了 后来等到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 就是强制这种 还有我朋友开个物流 然后也是就是两口子 为了就是拿货 翻车了 翻车之后你两个人伤得特别的重 重完之后你保险公司给理赔了 理赔完之后呢 等到人家让谁这个公司给扣了 把钱给扣了 他们家特别的穷 但是我朋友这些货他得赔啊 是吗 然后就上这家去了 一看这个家庭 穷的都没治 两个人是不是受伤 受那么严重 没治又给人留点钱 都是他们干的 知道吗 是让我想着特别的气氛 特别气氛 所以今天我要顶着压力 我要拍这期视频 所以吧 好多人劝我说 不要再拍这期视频 但是我真的无所谓 你们我在前些年是见勇为 对吗 这个事情后期我跟大家说 等到这个事情就是真的 他可恨之处 怎么能 不把我们内蒙 什么国家的一个就是公安机关 放在眼里 他竟然敢打杂派出所 知道吗 第一时间知道吗 这个女的市民举报之后 就已经上热搜了 上热搜之后呢 等到有记者去采访 采访吧 然后说没有这个事情 知道吗 这要调查这个女士 等到后来记者采访完之后 这个事情确实又有了 知道吗 说这个民警不知道 这个当时咱们也不谈论这个事情 我现在我就想说 唐山到底怎么了 知道吗 这个黑恶势力确实是有存在 就是从内蒙赤坊这块 我就发现好几期 他确实是有 他的保护伞是谁知道吗 他我现在最气愤是 你从唐山怎么着都行 能打到赤坊 还打到国家的一个公安机关 知道吗 我没别的 我就是这么一条命 我无所谓 知道吗 我事实说话 但是我今天为我们赤坊人 我真的感觉不公 知道吗 确实这么太恶劣了 知道吗 一定要严查到底 我一定跟踪到底 无论出现任何事情 我跟踪到底 只要大家支持我 我不是为了蹭这把流量 但是我真的我特别的生气 我上次打人打女的 这个事件 我就发言过 知道吗 但是我想 这个事件 咱们也不算太了解当中 内幕咱不说了 但这次 关于我的大内蒙 大志峰 我真的 在关公下面 我发誓 知道吗 我绝对关注到底 看到底什么情况 太恶劣了 我把截图 发到这上面 希望大家能挺我 能支持我 谢谢 星之团龙 绝对正能量